較早前有些謠言,指警方在18號夜晚,在油麻地驅迫暴徒期間 有駕駛到三輛巴士高速撞擊市民 讓人踩人和阻礙消防員的購物救援 首先我要說這件說法是完全失實的 我或者給大家一些背景資料 在11月18號夜晚到凌晨時 有數以千計的暴徒在油麻地和佐敦一帶大肆破壞和倒路 投擲了數以千計的汽油彈 而警方執法的目標只是想拘捕一批不斷投擲汽油彈的暴徒 如果不是暴徒這些暴徒的出現 我們是不需要執法的 而在驅散期間,暴徒試圖逃避法律責任 而逃走的時間,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一些跌倒 而整晚內,我們是拘捕了213人 當中有33人報稱不息是宋縣的 針對有人聲稱當晚警方驅散時 是用了三架巴士高速撞擊 而事實上是沒有發生 我們必須要澄清這一個不實的指控 我們翻查紀錄之後 是看到當時駕駛巴士的時間 和另一個網上指有人受傷在壁街的片段 兩個位置和時間都不一致 首先,巴士是在市郵街行駛 當中的時間和在壁街有人受傷的時間 是相差45分鐘 兩個地點,一個在壁街,一個在市郵街 根本完全是沒有關係 而我們也必須要確認 在現場當我們發現有人跌倒的時間 消防的同事也已經作出了程證 我們沒有阻撓過任何救援工作